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港書展 香港天主教教區的攤位iTalk 今天有我Shirley曾淑儀做主持 在我身旁的就是這位歐洲女徒 浪女打工背包遊的作者 盧希賢 Hilda HELLO HILDA HELLO HELLO 這個封面和你今天的衣著一樣 花哩花露非常之繽紛 其實是很年輕的女孩子 但是花了13個半月 13個月十多天 然後已經去了二十多個國家 應該十五個多 一年零三個半月 去了二十多個國家 但其實長留待只有兩三個國家 我知道你本來在理工大學讀環境及室內設計 畢業後就做了兩年 為什麼工作了兩年呢 其實很多朋友都覺得 兩年之後就正好可能是有機會升職 或者又轉一下第二個工作環境 有些更好的前途 但是你就選擇辭職去旅行 其實我覺得 幸好就是我的工作不同 做金融等 要留在公司長一點才有升職 我的工作就是做設計的 是 很多時候你反而去一去外面 看看自己的眼光 擴闊一點 更加可以知道 你可以多一點選擇 因為我們要看很多 尤其是我去了歐洲 歐洲就更加多這些藝術 還有對一個開放了 對一個創作性更加幫助 開了眼界 真的 其實很多年輕人 現在對於工作假期 或者去旅行都非常有興趣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怎樣去計劃 尤其是一個女生 總會擔心會不會很危險 尤其是歐洲 現在都好像混亂一樣 對 其實我很幸運 最近又是很多 德國、法國 很多恐怖襲擊感 我都很幸運 在那時候 這些事情發生之前才去 其實現在可能會比較多些顧慮 可能媽媽都不讓你去 如果現在起行 很難阻擋 我都好 哈哈 坐在那裡 他們不能阻擋你 他們也笑 浪女就是這樣 要走就走 阻擋不到我 我也是很幸運 因為他們很開放 他們覺得 給我有機會去也去 其實我也覺得是的 如果趁年輕 有足夠少少 不是太多的資金 已經夠去的了 因為我是窮遊少少少 就是後補家 預算旅行人 好聽一點 所以不會花太多錢 剛才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 畢業就去 工作假期 這兩樣 首先講一下工作假期 其實 我就算寫這本書 我都不是想推銷這件事 你會感覺到 旅遊是一個心態 幾多歲都可以 沒錯 我想說 其實旅遊幾歲都可以 還有沒有適合的時間 甚至有一個老人家 是七十幾歲的人 他跟我們一起工作 打工回宿 都沒問題 很好 是啊 而且你不一定為他年紀 雖然這個簽證 我是很欣賞 令到我可以留在一個地方 長時間 賺少少錢 但是其實三個月 都未成功 不是夠的 對不對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講 畢業之後 我就不是馬上去的 嗯 做了兩年了 對 就是我覺得最好 我自己認為最好的 都是要有少少少資金才去 因為有很多同期去工作假期 跟我一起去德國的朋友 他們都是剛剛畢業的 是 剛剛畢業的人 通常那個行程就是 一去到就不停做 做餐館 甚麼都做 一天可以做三份工 是 賺夠錢就 回香港之前 三個月就 玩完完完 然後回去 明白 我就不是 我就是 留在一個地方 然後又做少少 然後可能打工換宿是沒有錢的 不過就可以令到我免費住宿 和食宿 對 這樣繼續玩 還有有少少少的積蓄就不用 好像我聽到 有些朋友仔 他們可能開頭那個月 睡著火車 就是 很窮遊 真的很慘 睡著家 睡著公園 很好體驗 對 不過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剛才Hilda說到 你其實 自己 都沒有想過 寫這本書 是講背包遊 其實 再說 遠一點 其實你去這個背包遊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想過出這本書 只不過是 完全是 你旅途中 我們就拍照 用攝影機 你就用你的顏色筆 用你的原子筆 你的水筆 就去記錄下 在旅途中的點點滴滴 我們看看 一邊旅行 一邊畫畫 這些就是我做不到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火柴人畫家 火柴人 應該就不能搞定 都是一個風格 是嗎? 謝謝你鼓勵 我可以下一次旅行 嘗試用一些 仿茶人的方法來畫 對 我覺得 用這些畫寶 去記錄 看看鏡頭 我們這個嘉賓很專業 對 其實 用畫寶去記錄自己 和相機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兩樣都需要 對 我不覺得畫可以錄完所有東西 其實畫畫 拍照也是一個 待會再擺 拍照也是一個藝術 即是他們是說一個畫面 一個畫面 裡面是怎樣佈局 畫畫也同樣是 但是我需要畫畫 這張圖畫 是要長很多 你看到很多細節 譬如你畫一間屋 你會看到 原來外面有一條水管 原來是水管彎 我記得歐洲 原來他們喜歡放在外面 彎彎彎彎彎 很漂亮 原來那邊也會放一個聖母像 他們很興奮 像我們土地公公一樣 小小 對 原來你畫畫才會發覺這些東西 顏色也會很明顯 會細心去觀察很多 還有一件事 是 怎樣 你興奮 好像現在都在旅行 對 我每次分享都很想去旅行 就是 我很喜歡在一些 沒有人去的小巷畫 會不會很危險 有沒有遇過打劫呢 其實是你這十五個月裡面 打劫 我沒有 小小姐 銀包 我的朋友都不見了 這麼厲害 很可憐 看見你畫畫都很敬重 可能賊仔也不要過來騷擾你 我剛才說沒有人去的行 例如在遊客區裡面 例如很多人去巴塞 就是畫那個聖母堂 聖母堂 是不是叫聖母堂 膠底那個 但是 例如我喜歡在那些小巷 不是真的走進去很危險 就是在外面畫一些角落頭 是沒有人去的 是 那些人就會看到 有一個人看著這麼老的東西 就是很羊群心 那些人看著上面 上面有東西 然後真的看著外面的人 就是這樣 你畫的時候 就吸引了一些人 去留意一些沒有人去看的角落頭 但也可以很漂亮 沒錯 因為其實四面八方都有它不同的景致 還有我覺得可能畫畫 正如你說 你真的會留在這裡慢慢畫 去慢慢感受 就不同 現在很多時候 因為太方便了 每個人就拿一部手機出來 一去到那個地方 就拍照或自拍 然後就走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用眼睛去旅行 而是靠螢幕去旅行 是靠可能離開了 再看一張照片 看一張電話 原來這裡這麼漂亮 但是在現場 當下 其實是沒有機會欣賞的 但是你坐定定 在這裡慢慢畫 就真的看到 好像你剛才所說 很多細微的東西 那機緣巧合 就回來 有朋友鼓勵你 就把 不如你這些所有這麼漂亮的畫 記錄下 又加上文字 然後 然後就出版了這本書 我知道連封面的地圖 都是你畫的 是啊 準確性是不是很高 然後地圖不會錯路 這個純粹是游了我去的國家 我也有很多 而且有些地標 你看到有些小小白色的那些 那些是我自己的地標 你去到那裡 可能找不到那隻兔子 譬如我在那裡和狗生活了很久 我就畫那隻狗 就不是坊間的旅遊書 說的 一些必去的 西班牙必去哪裏 意大利必去的 也有機會有的 譬如聖佩特斯坡 就有那個 但是有些地方 可能你見不到 是我自己的地標 是 作為一個天主教徒 我們去旅行 我現在這幾年都很乖 我去旅行就盡量在主日 都會去找教堂 去參與感恩制 我知道你也是 在這十五個半月裡 你也是 沒有一個主日 錯過了薇薩的 是嗎 很厲害 其實我沒有想過 可以這樣維持到這件事 但是 去完之後 回想起來 竟然可以這樣做 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尤其是歐洲 其實我真的不擔保 中國生活那麼久 都可以的 不可以 可能很偏遠就未必可以 偏遠未必可以 如果是城市都可以 我試過 我當時也是在上海兩三個月就可以 但是我一去到其他小鎮 就難了 就開始難了 但是歐洲真的沒有什麼 藉口 去不望 對 說沒有 太多你走三半一間聖堂 只要留意外面的牌 離失時間 你星期日不行 就星期六晚 你星期六 如果在趕火車 去到星期日之後 早都不行 就星期日晚 沒錯 一定有的 還有我覺得 不知道 我自己作為天主教徒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感恩制的形式 禮儀 都是一模一樣的 即使有語言障礙 其實我都明白他在做什麼 亦都感受到 天主的愛 對 加上我自己有一個經歷 就是可能你根本 每天或每個星期 你在香港的Mars 有時可能 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當然是雲泊就飛遠了 想想自己的雜務 工作 明天又要上班 之類 但是去到旅行 你可以放開了 你會 即使聽不明白語言 但是我感受到 周圍的人的虔誠 的虔勁 我試過去到 我整個Mars 我也不知道他說什麼 但是我感動到哭 對 我是覺得天主觸動到我 在哪裡 那一次是在波蘭 又有 在奧地利 現在波蘭 我知道 我清了很遠的時間 超齡靈的 做教授 對 做師爺 很好 有沒有廣東話 或者英語都可以 有 學不像其他歐洲的語文 對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經歷 就是 去到教堂 特別遇上天主和天主相遇的經歷 我覺得 是最後 我想最後會比較深刻 因為我很少會不開心到哭 或者這樣 但是感動到哭也會 是的 但是我剛才說 就是沒有想過自己可以 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 而 最後的時候 我會覺得 原來每一次發生 譬如旅途上 都不是100%很開心 總會遇到困難的事情 每一次有這些困難的事情 第一、二日之後 總是一個黎薩的時間 嗯 那我就可以自己 我朋友很多時候都不是天主教徒 那我就會說 你先去逛逛 你不喜歡的話 一個小時之後回來 集合 那我就可以自己 去旗日圖 或者去跟天主聊天 那樣 這樣 反省 是 你剛才說到朋友 那些朋友都是在你旅途上認識的 其實你真的隻身去歐洲 即是過這15個月 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 獨處是很困難的 就是叫我一個人去旅行 沒有人跟我說話 口都臭 會死的 回到房間又好像很寂寞 開頭難不難捱的呢 怎樣捱過這個獨處 覺得孤獨的時間呢 我覺得 我就對… 其實很個人來的 個人很不同 我自己就會去… 令到自己有朋友 或者有人跟我說話 是的 而且我都不是完全… 100%跟… 不同廣東話人一起去的 我一開始都有 跟一兩個朋友 一起搭過飛機 但很快就已經分開了 國賓前程 找到不同的工作 不同喜歡的地方 那… 剛才你說獨處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一下 我其中有一個站 就是泰澤 去了法國的泰澤那裡 是不是很快就跳了去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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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揭來看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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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澤那裡 其實就是…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法國一個小村莊 那裡面就沒有通訊的設備 就是電話啦… 網絡完全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你們可以收起手機 對… 會不會很辛苦呢 作為一個年輕人 就是剛才我們開場之前 你都馬上要直播 就是要上Facebook 那去到泰澤那什麼都沒有 可以嗎 是啊… 不會的 反而更開心 因為沒有什麼機會這樣做 就是你回到香港的時候 你好像沒有用手機一兩天 那些人會說你 是啊 就是為什麼消失了 為什麼不回覆我 然後… 不回覆一兩天而已 其實… 不行的 其實沒有網絡兩天都不行的 不行的 那裡就不止了 我去了… 通常那些人去一個星期 就朝聖地去招待 那我就去了整個四周期 就是大概四至八個星期 做義工去保持營地 做很多不同的清潔 什麼都會做 收拾一些教堂 那你讀書的時候 就很深刻 有一個星期 就是在說Silent Week 即是靜蜜週 如果說中文就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 有一個星期去靜蜜 說靜蜜 不只是很靜地說話 而是真的不出聲 不出聲 真的不出聲 不說話 吃飯 你生活所有細節都不說 除了每一天的三次祈禱 我們可以開聲唱我們的短頌 還有如果你真的有什麼 很屈結 很多煩惱在心裡 你可以跟你的 contact sister 那些修女 對 男的就修事 我們女的就修女 那就去談回你的問題 沒有問題的 每天都會有些教授 不過你不需要回應 那一段時間 你真的可以全心去跟天主聊天 跟自己聊天 就算你沒有宗教信仰 你也可以去的 其實跟自己聊天 也是很重要的 對 有些人覺得 如果自己一個人混在房間裡 打機 不出聲 或者看電影 這樣就叫做獨處 其實不是 獨處是在說 你會不會想 會不會反省 我自己覺得 對 你覺得呢 我自己很喜歡說話 其實我是幼稚園 已經說話 到被老師罰黑房 不要吵 其他同學上課 我都試過有五天 五天就去了思維政院 去做這個零修 我都以為我捱不到 死吧 不說話 但原來是很開心的 因為就正正是 完完全全不說話 我又很逼自己 其實他可以讓你上網 他可以讓你用電話 我真的那五天就關了手機 就完全不接觸 那你真的可以跟天主 和自己多點溝通 尤其是我想你去旅行 都會發現 不知道是否特別 你看著大自然 你更加會感受到天主的偉大 你會不會去到歐洲 這麼多地方 又在哪一個地方 你會特別覺得 天主要不要這麼厲害 有時候我會看到 可能 星空 又或者一些山脈 一些很漂亮的海洋 總之大自然的景色 就會特別覺得 天主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城市人 我們也是城市的小姑娘 很難得見到 對 看到高一點的山道 哇 空曠 我們很默默 所以我們其實 尤其是去旅行 對於我們城市人來說 是尤其容易見到 譬如瑞士那些 真是學期壯麗 是嗎 我覺得 但其實你自己從事設計的工作 你剛才是一個Lagundi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建築師 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過往就說他所有設計的靈感 都是源自天主 你自己作為一個環境及室內設計師 現在又做了描畫 你的靈感來源又是否來自天主 你覺得 我覺得我的能力是來自她 就是 因為 譬如你說Goudi Goudi 她的創意來自她 就是說 她的所有東西都是曲線 因為她覺得大戰是沒有直線 這個就是她主要的概念 但是 我想 更小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說 年紀更小 對 是否真的所有東西都可以來自她 我覺得暫時還沒有 但是 慢慢你會滲出來 我會感覺到滲出來 就是 你怎樣用自己的能力 去多帶給天主教 或者天主 會 譬如現在 可能幫助多些 行區 或者教區的工作 設計 或者其他東西 或者其他東西 你知道慢慢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 剛剛才開始發掘到這件事 我之前 未去之前 我都覺得自己還是 設計和藝術是很不同的 兩件事來的 設計 設計就是 一定是跟著 喜歡衣服的客戶 客戶喜歡 就對了 雖然會給自己的意見 藝術就是 我喜歡什麼就什麼 你自己純粹很個人 對 那些概念之後才可以給他 這樣 但是其實現在有一點 就是你分得出來 我會分得出來 譬如自己可能會 喜歡多些 興趣戲畫畫畫 藝術 可能設計方面 就是比較商量 就是 找多些吃飯的資金 是 這樣 就是我 這樣就慢慢發展出來 會 我之前看過 Hilda 一個公教部的訪問 有一段 是挺打動我的 那你就說 其實你很著重 每一個地方遇到的人 和人和人之間的溝通 因為你覺得 那個地方我還可以重游 但其實我再重游那個地方 我未必會遇到這些人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自己都會 真的不介意自己 去不斷和陌生人聊天 你在旅途裡面 是不是這樣 很多 很多 天天都是這樣 我想說 如果最容易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去做沙發客 蜜蜜蜜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蜜 不一定要睡在家裡 或者被人家睡到才行 這個主要 但是你也可以在自己的角度 因為其實是安全的 就是人家好像新聞說到 或者被人夾材夾食 很危險 但其實每人都好像有一個 Facebook的模式 你可以調查 人家之前主持過那個人 留的留言 然後又可以調查 那個留言 那個人究竟是否真人 其實是安全的 你可以在那個模式 點擊自己是 有咖啡 可能只是跟人喝東西 或者每個禮拜 每個地方都有一次 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 一個在牧民少年餐廳 一個在牧民少年 一個在南瓜坊 那些巴 你可以自己檢查一下 看看哪些時間可以 你就可以在那裡跟人聊天 是的 我在那裡 有些好 有些不好 當然是自己衡量 那裡 我之前在科農 因為我留了很久 去做設計 那裡 那裡我每個禮拜 有時間都會去的 那時候 我記得 最臨走之前 我住那裡突然間不行 為什麼不行 他不讓我們繼續住 是的 那我有幾個一起租 是不是你們太頑皮了 不是 有另一個中國人太頑皮了 太頑皮了 就不租給你們了 很吵 不租給他 又要整批趕走 那我就 那個 Coulsurfing式的法國人 就讓我住去那裡一個禮拜 又不用我憑憑婆婆找其他地方 是的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用得著你認識的朋友 用得著 好像很壞 但是也是 天主也是安排天使給我們 沒錯 就是你自由去認識朋友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可以幫到他 或是他可以幫到你 嗯 那跟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其實很多新認識的朋友 都未必是教友 那作為一個教友 我們在旅途上如何去作出這個福傳的使命呢 在這十五個半月裡面 有沒有去傳教 或者藉著你的畫 多畫一些耶穌、聖母、送給朋友 兩樣 一樣是回來之後 一樣就是在旅程的時候 那譬如我剛才說 我每個禮拜都會去聖堂 或者就算我不是去整個彌薩 我可能會到一個地方 有沒有聽過有些人說 在一個聖堂新去就有三次願望 對,我聽修女說的 然後有些修女說不是 但我也相信 我相信 但是我每一次去完新教堂 走了才記得 哎呀,我又不記得那三個願望 偶走多的士 每天都進去不同 香港其實都未去完 是啊 朝聖之旅可以去 是啊 那時候 譬如我去到聖堂 我都會騎阿桃 可以跟朋友說個嗨 有些人不是教信教的朋友 跟我一起進去 他知道我會這樣做 他都會靜靜地坐在那裡等著我 或者他都會看看 或者他都會設計 挺漂亮的 就是會這樣 我潛意密化的 我就是很不喜歡黑色 就是很不喜歡黑色 就是很害怕 你跟著我回來 是啊,聽一下 聽一下,一個鐘鐘 這樣不行 不行的 我自己都會反感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不要這樣對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 你自己以生作則 就是我們 我想我們 天主教育全福音 都是以生作則 生活活出信仰 沒錯 這個就是我去旅行的時候 回到來 我就很容易 我想都是天主指引來的 我就出了這本書 因為一路上 人們看到我 在分享一些故事 人們說不要浪費 你多給別人知道 而且畫得這麼漂亮 一山還一山高 那我就作然起行 他就說出來 好好嘗試一下 為什麼不 最多不行 哇 很開心 是 裡面有些小貼貼 回到來之後 就是這本書 裡面有很大的篇章 我也很高興出版社 沒有剪刮到我 很多太宅的篇章 嗯 很好啊 對 起碼差不多十篇 是有講宗教信仰 還有其他其實 也有一點靈性方面 對 我看完之後 很多朋友 回到我 我老闆都是 他說 很想去這個地方 太宅的地方 對 我覺得很開心 有很多非宗教人 認識了這個地方 對 我也很想去 現在回到香港 其實我知道 Hilda也說過 旅行不僅是要在海外 其實我們身處 自己成長 出生的地方 香港 我們其實很多地方 都沒有去過 或者沒有留意過 我知道你之前有個訪問 就是 譬如去深水埗也很有趣 我自己是住那裡的 那裡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其實逛逛街 逛逛街市 或者看一些攤檔 都是一個旅行來的 你現在在香港 又如何旅行呢 我覺得是一個心態 即是就算我上班 或者其他 譬如我現在 我在PMQ做 即是沿床坊 那裡 譬如下午的話 我還沒去一下 天台花園吃個午餐 曬太陽 我可以找你吃午餐 很近的 可以 我在上環上班 很棒 對 上環也很地靈人結 沒錯 還有很多很特色的建築物 對 或者歷史的建築物 沒錯 那個心態就是 你要開放自己的思想 去享受那些自然風光 或者是小街小閣 每一天都 我想享受我們 看到的景致 和遇到的人 對 我就不只是心態 好像 我要去旅行 我才是很開心 乘飛機 我要乘飛機 飛出香港 我才會很高興 下次有沒有接下來的計劃 你說旅行還是書 對 書和旅行 你去旅行就順便會繼續畫 我也試試畫我的火災人的遊歷 好 你分享給我 一起出,好嗎 好啊,你寫我畫 下立見了那本書叫做 書名 不是,我不想寫 你想寫 我想畫 好,一起去 那你有什麼計劃 下次有什麼地方想去呢 其實我回來之後 我認識了HK Backpackers 香港背包達人的人 是 有很多志同道合 喜歡去旅行的人 去一起玩活動 這樣 就搞了一個香港 不是 背包浪人 就叫做 我們試了一次而已 就近近地試了去台灣 那怎麼辦呢 就是要用最少的金錢 去由 我們之前計劃 由高雄去台中 就是這樣 整個旅程 我們分了三組 每組兩個 兩三個人 最少金錢去到那裡 就贏了 贏了 那你可以怎樣呢 除了交流 或者Hitchhike 或者順風車 都可以的 還有呢 你可以賣藝 那我的組贏了 就是因為我賣了藝 是的 我在歐洲都有試過 那邊的文化是真的很不同的 就是感受你的創作 是很不同的 那台灣也不錯的 那時候我就繼續 就是繼續這件事 看看可不可以 多些人認識這些 不同的地方 和心境 沒錯 那其實呢 十五個多月的旅行 加上二十多個歐洲的國家 就在我們這半小時是說不完的 如果想了解多些 這個浪女在這個打工背包遊 不妨去到我們天主教的 香港教區的攤位 就可以看看這本書 亦都要光顧一下 今天捉著美女可以簽名的 就有這個 《歐洲旅途浪女打工背包遊》 身邊就是作者奴希賢 Hilda 可以在這裡看看她的二十幾個歐洲國家的經歷 以及看看她的美畫 多謝Hilda 多謝你 多謝